Hello 大家好 莎姐 剛才看過巴斯的布 說到蘋果股票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當初說的題目是 現在蘋果iPhone 15好像賣得不太好 加上被其他華為、榮耀夾擊 那個主持就說 之前是由最高峰190多元 跌到現在160多元 昨天是160多元 他建議大家減辭 莎姐一向都會說 我沒有任何投資牌 亦沒有任何關於這些證書 所以我所說的東西不作為一個投資建議 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亦沒有持有任何蘋果股票 或者其他任何類型 相關於電話系列的 或者電子系列的股票 我都是沒有持有的 大家聽了就自己考量 由最高峰190多元跌到160多元 我應該只有那幾件事 要不就買入 要不就減辭 要不就減辭 要不就繼續保留 作為一個小市民只有這三個選擇 當然你可以不入場 如果這三種情況應該怎樣 我就不會建議大家做哪一個抉擇 我只是單純和大家看一看 首先你要看一看 現在這個價位 如果你入 它會不會有得升呢 如果你肯入貨的話 即是你希望它會升 那它是不是有上升的動力呢 第二個想法就是 它多久之後才會升呢 然後再要想 它是不是會跌呢 或者會跌得更金 或者未必會再上升呢 那你要想一件事 第一就是 現在美元上算是高的 那當中現在這個股價 會不會有美元托起的成份呢 因為大家知道 蘋果的股票是用美金計的 然後變成港幣 看它的GDP是用美金計的 因為它用美金計的GDP 相對轉成港幣應該會高些 正如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美國的GDP是比我們中國的GDP 還是跑贏的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國家的GDP 是轉成美金去比 而現在美金對國內的人民幣是高位 但是這個高位是不是真的 完全是因為美國經濟好呢 不是 是因為美國息口高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美國息口去回正常 3厘多的時候 它的美金就會大跌 就會跟我們當初 1元美金對7元人幣差不多 相對它的GDP就會跌 應該是這樣說 它的GDP不會跌 但是相對我們國家的GDP就會上升 所以大家要考慮這個 它現在這個股價 是不是會有外匯的影響呢 不多不少是會有些的 當然不足以影響它的大局 但是你要想一下 這個不多不少是會有些 另外 最主要的關心問題 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想 除非你是買那隻 叫什麼 期貨買去跌的 但是應該沒有這件事 你買了股票 你也買去升 那它有沒有再升的空間 莎姐沒有正式研究過iPhone14和iPhone15 但是有很多人說 其實iPhone15和iPhone14 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分別 是外殼上的分別 當然莎姐不敢說 大家知道 莎姐是機械白癡 你不要告訴我 有沒有分別 你就算真的給我看數據 我都不會分 所以我都是抄別人說 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在銷量上就很明顯 iPhone15就真的看不到 有什麼特別厲害的銷量 那你也要想 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如果你用手機 又不是用不到 除非你說你追款 無論它有沒有分別 你也會追 但是你一年買 是否買到一部手機呢 如果你的手機 和去年那個沒有什麼分別的話 那你會不會再買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而且如果它14到15 都研究不了一些新的突破的話 那你每年出 你覺得一年後 iPhone16的時候 它又不會有新突破呢 一年時間 是不是可以導致它 有特別的新突破呢 又很難的 你要知道 它們的人有多勤力 就是 它是不會跟你OT的 那些研究員 總之五點鐘就下班 那是否會有新突破呢 你要考量這一點 如果以後 下年iPhone16 都沒有新突破的話 沒有一個新的大突破的話 它其實 很難再想的 當然你是在賭去 有沒有新突破呢 這個就要看你自己的信心 那你就要看看 你自己能夠忍受它多久 才有新突破呢 那就算它 可能三年後有新突破 但是你這兩年 那怎樣呢 要知道如果它真的研究一些 新的技術的話 它是要投入大量資金的 而這個不代表它 就算有新技術的突破也好 它投入了大量資金 亦都不代表它能夠賣得出 大家很清楚 賣這件商品的時候 不一定是看它實用 還要看它外觀 我自己覺得 iPhone除了它的品牌效應之外 那它的外觀 是否真的令到你這麼癡迷呢 那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會想 然後你就要看看 究竟它對這個市場影響有多大 那你才去投入 去買不買這隻股票 遲不遲有 放不放 那 你要自己想一想 那 遲有或者減遲 你就要看看你的入市價是多少 如果你不看好後市 而你當初的入市價是低的 你就要考慮一下我是不是應該減遲 因為你要知道 你買股票是否升值 或者收股息 那我不知道你 因為我沒有買蘋果股票 所以我沒有看 那究竟蘋果股票 是不是每年都有派息呢 還是它是有賺錢才派息 因為很多股票都是 有賺錢才派息 但也有些股票是賺了錢 而不賺得少 不足以派息給你 想留下來做其他投資資金 所以不派息 那不知道蘋果會不會每年派 蝕都會派 那我不知道 那你首先要衡量一下 如果你本身有蘋果股票的話 你要衡量一下它是否每年派息呢 派得好不好呢 是否能夠覆蓋你的跌幅呢 而你會不會在這段時間 你先收著息 你對它有前景 你對它有信心 它將來會升呢 那你要考量 其實你派息只是我自己覺得 派息是一個甜品來的 最主要是股票的升幅 當然啦 好像我自己買開那個 每年都最少有 大概有5%的派息 那好過我在銀行 放在這裡收息 那我當然是放在這個股票市場 因為每年都大概有5%的息率給我 那我就當放在銀行 高息吧 那當然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它的派息 它是不足以3%或者以上的話 那你其實放在銀行都差不多 那我是不是要沒有這個風險呢 如果它將來不升那怎麼辦呢 你不要說它可能真的不升的 或者一直維持10年8年這樣 因為好看它能不能夠突破到 還有能不能夠增加那個市場的佔有率 但是我自己啦 我又不覺得 要知道以前可能國民還會想著iPhone外國貨會好 然後經常爆出 iPhone是有洩聽風險 之前iPhone是賣得不錯的 就是因為華為被制裁了 很多年都沒有 就是制裁那幾年都沒有出過 新的突破性的電話 所以很多人為了追求先進 或者真的工作需要都會用iPhone的 那現在華為突破了 國民也都愛國心了 故此他們都可能選擇華為或者是國家其他的電話 甚至可能不用國家電話 即是不用國產電話 都可能選擇韓國電話 而不用美國iPhone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未來我們國家的市場 是會再重新大量購入iPhone呢 我又看不到 那你說我們國家不買 其實你要知道全球只有八十幾億人 我們國家佔了十幾億 那已經沒有了一段 另外一些人口大國 例如印尼 印尼可能都會買iPhone接手 但問題是非洲那些買得起呢 非洲佔的人口也多 他們現在非洲的人都大部分都是買我們中國的手機 華為呀 因為可以幾卡 因為大家知道內地電話都是有兩個卡位 最少 好像買去非洲有四個卡位 所以它基本上是度身訂做給非洲的 美國的機子只是一個卡位 它們根本就不會用到 想擴展非洲市場 那根本不太可能 除非它們增加到四個卡槽 但它們又不會故意這樣做 更何況 很多iPhone的高層都已經說明了 其實iPhone裡面很多零件都來自於我們國家 萬一我們國家卡死了其中 百分之三十的零件 它又很難做了 它要立即找供應商 你要知道去哪裡找一個供應商可以即時生產到呢 不是你說 我 即是不是說 你今天給一個板就要生產到的嘛 你因為你賭帽 做任何spares 那些 你是全部要有個機場 要有部機的嘛 要調適的那些位子的嘛 那你不是說 即時就可以調適 即時就可以生產到的 那是不是 這個到時它又會生產慢了 那這個是不是不穩定因素呢 我自己覺得是的 另外 就少少內部的消息 就不是蘋果內部消息 是普通商業內部的消息 以美國的公司企業文化 你要搞清楚 我們經常都有西方的文化 那些董事分紅是好禁的 無論公司賺錢 虧錢 董事都可以分一大塊 即是董事不等於股東 董事是真的有名銜的那些 你要搞清楚 分紅和股息是兩回事 是董事分了錢之後 才再考慮分錢給這些股東 才考慮派錢給這些散戶 所以你要搞清楚 尤其是美國的公司文化 就是公司撤錢不重要 他們會收割下面那些叫做 場外投資者 即是我們的小股東 會騙你去投資進去 然後拿這些錢來做什麼 我們分 我們這班大佬分 這個是很典型的美國公司做法 或者是美國上市公司的做法 也是美國公司的做法 基本上是典型的國策 大哥 你看到美國 大哥 你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玩財技 所以就算 不要說蘋果吃錢 就算蘋果賺錢 他都不代表分給你 因為首先 他就送給上面高層的人 然後才考慮派不派給你 如果他覺得 沒有錢 他就不會派給你 他有錢也不代表會派給你 通常就是畫大餅 然後就說到自己有多好幾好 然後就集資 集資完什麼 分給這些大哥 那你自己衡量一下 你能夠在他那裡拿到多少 我先計算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 經常都拿來計算 如果他168 如果他每年有3%派息 每年都要給5元 你才會有3% 但我又很少看到有5元派息這麼多的股票 那你就看吧 如果他168 有1%的息的話 就1.68 那你想一下 你一來 你 哪裡拿不到呢 就是 一來基本上香港都拿到 那你是不是需要沒有這個風險呢 當然 看看你當初的入手價 如果你說 我不是 蘋果很早 當年就已經 100元以下 那時候就已經買入了 那你當然可以慢慢看 因為 相信都不會跌到100元以下 但如果你說 我 入手價都是150元左右 到時會不會跌過150元以下 你問沙姐我真的不敢包 但我也都看不到前景 就是說 現在168這個價位 是有能夠再上的動力 基於我剛才說的原因 他能不能夠突破到呢 他的技術 就算技術突破到 他外形能不能夠討好呢 他的市場能不能夠增加呢 其實是難的 就算你說他的市值是增加 你要看一下他的市值的股價增加 是因為 通脹 大家知道 以前的100元美金 跟現在的100元美金是相差很遠的 市場通脹貨幣升值 那貨幣升值 就不等於他的購買力的升值 是因為 市場價值的升值 還是本身的價值呢 大家要考量清楚這件事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真的有蘋果股票 你就真的自己考量清楚 如果 看看你自己 繼續持有賺息 還是繼續減持 這個就是如果你有的話 你要考量他到時 能夠每年再派到幾一息利 還有你要看看 未來他會升到多少 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沒有的 你考慮入場的 你就要想一下 我現在入場算不算高位呢 因為可能在以前這個位置是低的 但問題是 我經常都說的了 成熟的股票 它能夠給到你的東西 就是穩定 你希望它大升 就不可能 因為它已經是成熟穩定 很多東西都不會大變 除非它突然間增加一條生產線 不是說生產手機 可能蘋果突然間 我不是只做手機 我突然間 改變生產電腦 又或者我突然間申請 生產Pinter 或者我生產一些智能家電 開多一條生產線 是另一件事來 開拓這個市場 這就另一個刺激 但是暫時大家未收到封 我沒有收到封 你收到封 所以你要考量這件事 如果在沒有任何變化之後 它只是生產手機 它能不能夠突圍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回以前的歷史 不是蘋果 我們看回以前的手機 Nokia Nokia Arison Sony Sony Sony就是相機那邊 他們最初Nokia Arison 是很先進的 是當年初出有手機的時候 為什麼會被淘汰呢 為什麼一直沒有下文呢 因為它沒有再新的突破點 也沒有新的賣點 Sony一直做開相機那一系列 為什麼突然做了手機 開了新的Line 但是為什麼也不能在市場上佔一席位呢 是因為它的性價比不行 它跟其他的機 沒有什麼特別優勝的原因 當然品牌效應 蘋果是有的 但是 你要想一下 就算你當初佔了的市場有多大 那時候是Nokia和Arison 兩個霸佔的市場 手機市場 就算他們當初霸佔的時候 手機市場是怎樣的 都因為它的技術跟不上 各方面跟不上 而導致它下橫 蘋果如果不再改變 亦都不能行免 這個是優勝劣敗的淘汰制 那大家就要想清楚 如果它真的想在手機上 有突破或者新的突破 它就必須要投資大量的金錢 就不是一時一 一年半載是可以突破到 除非突然間有奇蹟 正常研發 都要兩三年 最正常的 正如華為 有突破 它都沉寂了兩三年 那才突破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 可以一年就有突破呢 所以我覺得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大家要考量一下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方向 因為 等一會 萬一你失敗了 你賴我怎麼辦 是不是這樣說 我不負責任的 我完全在這方面 我是不負責任的 我只是講出 的分享 你自己去想怎樣去 我從來都 第一 我經常都說 不熟悉的東西 不要投資 不代表我不熟悉的東西 就不代表大家不熟悉 大家知道我在電子系列方面 都是弱智的 基本上 我只是從我一個 基本常識方面 去看這些電子項目 所以在這些電子項目來說 我是完全不熟悉的 電腦 我完全是 電腦是白癡 我只是懂得用那些軟件 但是其他東西 我通常是捕捕手機 求救 各方面 所以在這些 這麼不熟悉的方面 我自己就不會投資 還有電子產品 的變化很大 要不停地去追 相對我這些 神經緊張 不要說 我這些比較精神緊張 要天天看著股市 我是不行的 我不敢說自己很忙 我其實是比較悠閒 但是對於這些 不停要看著股市 不停一個消息 就可以令到它大上大落的東西 我其實是 不太想冒險的 故此這些電子系列 要靠科技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自己都是一般都不想 你說醫藥 也是的 醫藥 為何你又說 覺得醫藥 反而可以碰一些 如果你說這些電子科技 和醫藥方面 我覺得 醫藥會好很多 但是醫藥也是的 最初期投資得很多錢 你失敗你就虧錢 你每年投資的錢 你都是虧錢 但是只要一出到的成品 你就會賺很多 但是問題是 醫藥是個個都需要的 我們經常說生老病死是一定要的 但是這些電子科技產品 是否等於一定要呢 是需要 但是不是必要 正如那時候有國民這樣說 他們說美國不供應芯片 你會怎樣 那國民就很好 那怎樣 怕他嗎 我最多不用得這麼先進 我手機都可以用多幾年的 我就不換機 沒問題的 你看到的分別嗎 你病你不可以不服藥 但是你不是沒有手機 你有手機 你最多用多幾年 你手機 有些人還在用 只是打出 大約最多不安裝APPs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就講到這裡 我今晚都會直播的 不是因為拍這條片就不直播 是會直播的 不過如果直播講這些 正在錢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浪費時間 畢竟我現在 鼻子都很濕 所以不想浪費和大家互動的時間 所以才拍這條片 因為今天也有少許發燒 但因為太久沒有和大家直播 都想和大家直播 所以就拍了這條片 等會就可以和大家專心聊天 不過都不會太過長時間 今天就這樣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